我是華人第一位從事性治療工作的人 所以在那時候其實是有很多很多的壓力的 你不用特別表現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他髒嘛 他隱晦嘛 他是房門裡面的事 你管人家那麼多嘛 不合理啊 總是有人到房門裡面去替他們解開啊 我們的治療方式是沒有手術沒有藥物 我們是心理疏導跟物理訓練的部分 那還有一些是關係上的協助 目前性治療是沒有法律來規範他 所以大家就會只要是不採線 我覺得我應該是做在全世界非常前緣 因為還沒有治療師是讓我看到 他也進入那個場域 然後直接跟病人在性生活的實踐上 突破他們的困難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什麼隔窗 就是隔了一個鏡 然後你看到個案在裡面做 你再在這裡觀察 好 我現在要跟你的老公的手一起進行 你的手先離開 對 我的手介入 來 慢慢進 好 我從小長在一個軍人世家的家庭 那對我們管教其實很嚴格 什麼東西都是一板一眼的 就是我爸爸希望我去做公務人員 然後我就去念了護專 考上了公職的高考 然後就去高雄榮總工作 就在那邊當護理師做了十二年吧 有些人他們還是很年輕 然後就是可能脊髓損傷 大半身都不能動 他未來要怎麼辦 細生活要怎麼辦 還要不要生小孩 就是你只要有這些想法 人家都會覺得你很怪 但是我卻很想要去了解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才會心情去念研究所的慾望 但是你念性學 他們就覺得你很怪 你為什麼不去找一個 正常能升遷的管道 你去念一個旁人左道 93年入宿的科技大學 人類性學研究所 我們有三個區塊 就是性教育 性智商跟性治療 性治療師就是在處理性的 非生理功能障礙的疾患 它是屬於心理的或心身相關的 但是性治療的區塊 在我之前是沒有人走的 甚至我們老師還提醒我 你這條路你會餓死 畢業以後 我到了美國跟德國 學性治療相關的課題 當然其間我也就是得到了 美國性治療師的執照 回來台灣以後 我要開設我的未來的 叫做幸福院 就沒想到他們認為 你做性治療師就是在做性工作者 來的人要不就是約我 談話之後還有沒有後續的東西 要不就是你這樣談談 就要收我這麼多錢 幾乎是沒有辦法經營下去的 所以一方面我沒有收入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壓力 尤其是我公婆的壓力 造成我們夫妻之間很多的症潮 然後後來這樣的爭吵以後 我們就離婚了 過了半年以後 幾乎把我這幾年存的錢都花光 後來我就把幸福院關了 謹慎的一個房子也賣了 是我把離婚證書給我爸看的時候 我爸才突然間就爆跳如雷 他說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一個好好的工作不做 然後弄得自己也變成離婚 然後又沒有無依無靠的 跟我爸爸說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沒有不對 我沒有傷天 我沒有害理 我沒有搶別人的老公 為什麼這件事情不能做 就一個人開車上來開了一台破車 然後把我的家當都帶上來台北 然後租了一間房子 一個小套房 然後再用我賣掉房子的錢 去付我的吃喝 然後就這樣撐過 我在一個很機緣的巧合遇到了台北的科醫師 所以我就先跟他說 要不我剛開始先在你的門診當門診護士 所以就等於一邊做幸福門診的事情 一邊做科醫師植肝科門診的護士 來植肝科門診的人 然後我問他植肝科的問題 有沒有影響到他的性功能 就是至少你是可以問他的 因為他是你診間的病人 你這個問題有沒有影響到你的新生活 那你新生活是怎麼樣 我沒有其他的意思 因為我們在做一個調查 一年後才開始出現第一個個案 這個個案就是極度早洩的 就是跟女生講電話 然後講到比較激情一點點 他就射精了 然後我們到訓練教室去的時候 當我們戴手套觸碰他的性器官 一碰他就射 然後到最後 我教他這個生理上跟心理上的簡敏感以後 我就慢慢找出一個方法 其實是可以用建計式的脫名來解決 然後每一次的幫助 我就會把它寫成部落格的一篇文章 所以我常常十點下班 我可能三四點我才睡 因為我要把這些個案全部都整理好 我才要休息 然後改天早上又要來上我自己的班 那一段時間其實是我最充實 但是也是最賺不到錢最老雷的時候 所以我就把部落格當成我的日記 很多人就 這個問題剛好是我的 他上面有回答 然後在這三年裡面 我就創造了五十萬以上的粉絲 後來大家才開始知道有這個行業 我們其實是已經有一點點客群了 就是我想要把它做更大的擴展 就一百零二年我們就成立了 松復新健康管理主席 十三年來 因為我歷經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男性的個案大概是兩萬例左右 女性大概是五千例左右 成功率呢一般正常的狀況是百分之八十五 就85%都是可以在這三個月到半年內能夠成功 我們的性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於 心裡怎麼想 因為兩性之間很多問題出在心的焦慮上 常常說有一個個案就是這樣子 他老師告訴我說 老師我老公他真的不會做愛 他屁股不會動 他老公就說我怎麼不會動 是你太緊張所以我才不會動 那後來到治療室裡面 我才發現他老公就是只有動上身一次 一直在動 那他屁股就是不會往前推 他老婆只要說你屁股不是這樣動 他老公就養胃 所以他們老是做不了 那到了治療室裡面 我們才發現這個情形調整一下就好 回去多練習喔 好 再見 後來成立了松腹以後 大陸有一個經營者問我們可不可以到大陸去 那他也想要把台灣的經營帶去 直到我在大陸工作了好幾年以後 我請我爸爸到大陸去玩 因為我爸爸那時候已經應該是八十多歲了 也帶他到我做工作的醫院 然後他站在門口 然後看著那個跑馬燈 寫著松腹性健康中心主任同松貞在此看診 他看著那個就一直唸 唸完了之後他就跟我比厲害 我那時候心裡就 終於有一天我爸爸會用正向的思考看我 我很感動 對 當然心裡面是很激動的 很多人會問我 你性治療師是不是很會做愛 我希望我跟我的伴侶是好好的在一起 所以他已經脫離了怎麼做 而是進入到我們怎麼跟別人相處 因為人跟人之間 不可能只有靠動物性的行為來維持 尤其是女性 他們更在意的其實是溫度 他自然的愛 他自己的愛 都時間到來 為何人達到不算 很近欸 這就是什麼沒有人